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苦行一词 梵文中的原意为热 正巧也因为印度气候炎热 所以宗教徒便把受热作为苦行的主要手段 后来梵文中苦行一词 也便引申为能够为实践某种信仰 而进行自我节制 自我磨练 抵制引诱 忍受压迫的人 苦行僧是印度教极为盛行的修行方式 他们常常带着象征师婆神的三叉杖 边走边引诵古经文 苦行僧必须忍受常人认为是痛苦的事 如长期断食断水 在丁床上休眠 在火热的木炭上行走 身穿单薄的衣服过冬 通过忍激哀恶和自我虐待 来锻炼忍耐力和降低欲望 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来是因为印度教认为人需要经过多次轮回才能进入天国 最终得到神的关照 而有些人希望能够走捷径 在此身就得到神域 那么进行苦行修为就被印度教教义认为是这样一条中南捷径 数千年以来 印度教一直把人的生命分为进行期、居家期、修行期和苦行期四大阶段 印度教教徒们一般在经历了学习、工作、成家、补育后代等人生的几个重要阶段 并在子女长大成人 有自我生养能力后就会离家出走 去当神的使者或仆从 开始苦行的历程 初入门道的苦行僧必须举行加入某一派的仪式 表示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 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 他们要像出家人一样剃度削发 他们此后的年龄计算要从削发后的新生开始 按照行规 苦行僧必须做到三步 即不撒谎、不杀生、不交配 苦行僧之所以叫苦行僧 是因为他们视自己的身体为罪孽的载体 是一个臭皮囊 必须劳其筋骨、恶其体肤、空乏其身 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和灵魂的解脱 苦行僧并不都是穷人 其中甚至不乏大量中产阶级 亿万富温和达官显贵 他们在进入苦行期后 一招顿悟便会散尽家财 并远离父母妻儿 背着简单的行囊向深山进发 找到自己心仪的精神领袖 败在他的门下 从此过着居无定所 漂泊流浪的生活 印度尼泊尔的苦行僧 一般会选择居住在远离成宵的喜马拉雅山上 或积居在某个庙里苦行修炼 虽然一般来说 人到中年结束修行期 进入苦行期才会去当苦行僧 但也有些人从少年起 就愿意过上这种流浪的苦行生活 苦行僧的年龄限制很宽 从六岁到六十五岁 都可以加入这种特殊的行列 一般来说 苦行僧是温顺平和的 但也有些好勇斗狠的武装分子 曾跟其他教派 宗教和曾经的英国殖民统治者 进行武装抗争 由于他们无惧生死 因此战斗起来勇猛刚强 令人生畏 他们最原始的武器是棍棒 长矛 配件和三角铁叉 当然 今天苦行僧也还携带着棍棒或三角铁叉 但那仅仅是个象征了 苦行僧内部分很多派别 各有自己的教主 教义和教规 从大的角度划分 可以分为两大派 一派信奉皮尸奴神 一派信奉师婆神 过去他们之间还因门户之鉴 多年兵戎相见 按衣着来分 苦行僧可分为天一派和轻一派 天一派既为裸体派 全身一丝不挂 最多用一条窄窄的布条 遮住下身的敏感部位 天一派和崇拜师婆神有关 师婆神是破坏之神和创造之神 总是裸着身体 表示追求原始状态 远离凡尘与世无争 身上总是涂抹着灰烬 表示罪孽死亡和再生 而轻一派则穿着衣服 一般都是黄色的棉布衣 据说苦行僧修行者 能够通过修炼瑜伽 把体内的潜能全部激发出来 有的修行者 能够双手同时打两面骨 且两手击打节奏不同 没有高度的注意力 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至于在刀尖上行走 在筋肌上睡觉 在火上赛跑 也都是瑜伽大师们的绝火 有些苦行僧的眼睛是红的 这是因为他们吸了大量的大麻汁 他们认为这可以获得 洞悉别人心思的能力 即所谓的神功 有时 人们把佛教中刻苦修行的僧人 也称为苦行僧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因为苦行僧是印度教的专有名词 佛教僧人的苦行不同于印度教徒的苦行 佛教的苦行只是相对世间安乐而言 是指僧人舍弃诸如好衣 三餐 多眠等世间贪欲 精进修行 无我的正道苦行而已 尼泊尔也有为数众多的苦行僧 如果走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大街上 则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衣衫蓝绿 蓬头共面的中老年印度教徒 他们脸上画着五颜六色的条纹 一手拿着小铁罐 一手拄着手杖在闲逛 如果你看上他一眼 他会马上走过来 在你的额头上点上一颗吉祥痣 当然这不是免费的 你要知趣地给他十到二十个卢比 因为在尼泊尔 苦行僧也被看成是神的使者 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 加德满都的苦行僧 多喜欢聚集在当地最大的露天火葬场 巴格玛地河边的帕叔帕地神庙附近居住 他们三五成群地住在神庙外的长廊下面 多数人年龄都在四十岁以上 大多赤身裸体 身上涂抹着木炭灰 甚至是死人的骨灰 纸在腰上裹一块看不出颜色的破布 苦行僧美人除了一个碗以外 几乎一无所有 据记者估计 他们美人全身上下的东西 不会超过五块人民币 苦行僧头发常年不剪不洗 胡乱盘在头上 长长的胡子打着卷 上面沾满了灰尘 这些人一身只洗两次澡 洗出生和死后各洗一次 身上一般都散发着男闻的气味 苦行僧根据不同教派 在脸上画着各色条纹 他们的面孔因为各色条纹和颜色 而看起来有些猙獰 其实这些人性情十分温和 在神庙附近偶尔还能看见几个女苦行僧 他们和男苦行僧的区别是都很年轻 而且穿戴比较整齐和普通人的差别不大 天热的时候 苦行僧们喜欢集体在长廊的屋檐下乘凉聊天 天冷的晚上就会升起篝火 围在火堆旁边睡觉 他们把对生活的需求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睡觉整着硬邦邦的砖头 身下只铺一块布或者干脆什么都没有 平时很少喝水 一日三餐均以一种像油茶面做成的半身不熟的面团维持 据说在尼泊尔的神庙附近还发现过一位闭关几十年的老者 他就居住在神庙后面一所白色的小房子里 据说这位老者已经有90多岁了 他从20多岁起就没有离开过这所房子 但每天有人给他供应食物 侍奉起居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修行 打坐 冥想 睡觉 吃的食物只有牛奶和水果 这位老者算来 迄今已有近70年没有出过屋了 今天的苦行僧在印度约400至500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0.5% 其中女性占10% 苦行也许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 但是存在即合理 只要拧了宗教的教义和结教徒的信仰就很好理解了 一般认为苦行僧制度的经久不衰和印度的种姓制度压迫有关 据考证 在三四千年前一些主张废除种姓制度的人 希望通过加入不分尊卑贵贱的苦行僧行列 来达到种姓平等 他们认为人生而平等 只要对神忠心和虔诚 各个种姓的人都可以在神的面前一视同仁 得到神明的庇护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虽然种姓制度不再受法律的保护 但是在人们的观念中仍然根深蒂固 种姓歧视还不时地在社会生活中有所表现 同时 由于现代社会的物欲横流勾心斗角 让很多人心生茫然和厌倦 渴望远离凡尘的生活 在精神上追求一种升华和进化 恐怕这也是苦行在当代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苦行僧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对于印度此特殊的僧人 您如果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们留言 要是您喜欢小万 记得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